好 那他說除了這個坐車啊 看到這個現象 出去旅遊啊 一進門 把所有 餐 那個房間裡面的燈通通打開 為什麼通通打開 因為不用錢 所以人假如什麼都是錢 就會做出很多啊 折損自己福報的事 請問這些 燈會亮從哪裡來 從電來 電又從哪裡來 電力啊 有水力 有很多 發電的方法 而所有發電的方法 都必須要耗損 地球的 能源 當這一代用得越兇啊 下一代呢 就越缺啊 所以我常常說啊 打從有人類歷史以來 會被下一代喔 罵的 狗血淋頭的是哪一代 那一代 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可以遇見未來 哇 很有智慧 我都 我們都可以推想 一百年後的人啊 一定會罵說 我怎麼有這麼差的祖宗 留給我們是什麼水 留給我們的 又是什麼 空氣 留給我們的又是破掉的天空 留給我們的 通通是那些 噴了農藥的土地 我們都生存困難啊 要不要當這種祖宗啊 你看 幾千年的祖宗 怎麼對待我們 留好的啊 留智慧啦 我們要當個像樣的 長者 像樣的 祖宗才行 所以這個老師呢 也沒有直接指責 他馬上啊 反正他開我們什麼 我們關就好 好 所以啊 當老師的要時時想到 所有的言語行為 都應該是 給學生 給社會大眾啊 做 好的 榜樣 很多老師又說 那我當老師不是很辛苦 其實啊 會講這樣話 都是啊 他還沒有真正去 立行聖賢教會 假如他真正做了 他絕對不會這樣講 因為聖賢的教會啊 是讓你真正過好日子 你說 做還要有 做像 你看那個沙發 躺下去 歪一邊多好 那都只看 眼前一時舒服啊 往後啊 痛苦 長久 現在最多了 毛病啊 骨頭啊 骨刺啦 脊椎側彎啦 你舒服一下脊椎彎了 到時候還要去給人家 給你 用腳踩一踩 好 用手撞一撞 那時候你就叫苦 連天 所以當你真正是依照這些 禮節去過生活 你的身體啊 會很 健康 你會過得很 輕鬆 好 當這些恭敬的態度啊 你已經內化了 你做起來就會覺得 很舒服 很自在 一點啊 都不照做 而當你不這麼做啊 隨便習慣了 到時候啊 還處處怕會出糗啊 你那時候所耗損的能量啊 絕對會啊 更多 所以 人他因為不了解 所以會產生這些誤解 所以要靠我們大家 去表演的精彩 讓他覺得說 我讀聖賢書的人 笑容滿面 然後與人相處啊 也很融洽 你不要學聖賢 經典啊 學到最後都一張苦瓜臉 那人家都怎麼樣 都不敢學了 所以 我們呢 是孔老夫子的招牌 是聖賢人的招牌 要常常 把他擦亮 好 用我們來 時時啊 苟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的態度啊 來長養 自己的 道德 學問 那也時時時時期許啊 以身教 去帶動 他人 那一份恭敬 那一份仁慈 之心 所以 所以 禍飲食 禍 坐走 長者先 幼者後 好 下一句 長 呼人 疾 疾 待 教 人 不在 疾 疾 道 這個在古代啊 因為他們是大家庭 所以當客人到家裡來 可能他要找爺爺 或者要找伯伯 那你不可能客人到你們家裡去 啊到你們的房間裡面去找人吧 就不合乎礼儀啦 所以當我們是晚輩啊遇到長輩遇到客人來了 要主動 請問 你找 找誰 那假如是找伯伯 這一位小朋友啊要怎麼樣 疾待教 跑去啊 找他的伯伯 趕快呢 不能 對客人啊 失禮 讓你要等半天 就不好 那假如伯伯不在呢 所以人不在 疾疾到 要回來呢 跟客人講一下 我的伯伯啊不在 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因為 很有可能 人家也是大老遠來 所謂無事不登啊 三寶殿 人家來找 必有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啊 請問 有什麼事嗎 有什麼 我可以帶你傳達的嗎 當一個孩子從小的對應就是如此 以後 你讓他辦事 你讓他辦事 放不放心 放心 所以不要小看這一個理解 他就代表著 當他面對一件事 一定從頭 把他處理到尾 叫有始 叫有始 有終的態度 當他如此啊 他心就不容易 焦躁 急躁 所以透過這種生活理 都是在掌養 孩子的 修養 好 那我們這一節課呢 先講到這邊 下一節課我們繼續 謝謝